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920节 马车来到了极西之地 这里地火喷涌 汹涌的岩浆从地面喷涌而出之后化作了银色的滩涂 马车轮子碾在上面火星四溅 一个巨大的身影孤独地漫步在金属和火焰之间 高傲而圣洁 一对巨大的翅膀不停地变换着颜色如彩虹如极光 小苗变成神灵了 西北的那些人几百年以来疯狂地崇拜圣女 如果不是因为圣女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嫁给了唐人的薰贵 岁叶城早就被人遗忘在脑后了 哪里能够成为西北最大的城市 所以那里的圣女庙很多 香火旺盛的不像话 可能是血食吃了太多 变得极其的高大 云叶看到小苗就叹气 以前多么乖巧的一个小女子 如今身高百丈的 这自己站在她脚底下 怎么显摆威风 都像是一个大笑话 被自己的老婆捧在手里谈话 自然没有多少情意绵绵的话可说 烧热水 准备床破 我要休息 有什么可口的食物啊 也送上来 小苗笑吟吟地答应了 张嘴就把云叶 纳尔木老钱给吞了下去 小苗的嘴里装修得很豪华 还是老习惯 喜欢把各种宝石乱放 墙壁上盈盈的珠光宝器 照耀的人睁不开眼 一间粉红色的软床 摆在最中间 瞅了一下形状 不是舌头是什么呀 一个正常人大小的小苗 娇笑着扑了上来 这才让云叶 输了一口气 外面是法身 不是真身 其实很早以前 就想到了这一点了 所以凝练了法身 你不必迁就我 夫妻一场只是百年梦 过了百年 你又成了自由身 我的妻子小苗 已经躺在云叶的墓园里了 那是我极为愉快的一段记忆 仙道飘渺 枯燥而无趣 除了修炼之外 就是看着无尽的荒原 反倒不如在人间活得真实 那日木拥住小苗道 不如你也搬去芒荡山 大家在一起很有趣的 总比你留在这里 忍受孤寂的要好啊 四夫人走不了的 她是一方之神 福泽一方 也为一方念力所禁锢 她已经落地生根 离开就会衰弱 就会烟消云散了 老钱如今说话呀 总是带着三分诡气 说出来的话 一点都不招人待见 四夫人这里啊 我们也不能久留 离开芒荡山太远了 老奴灵魂脆弱 已经有不稳之相 云叶看看那日木和老钱 果然如此 老钱眼窝里的鬼魂 只剩下一心半点 那日木的身躯 也变成了清白色 说句话呀 都异常的艰难 云叶摇摇头 大步上前 紧紧的拥抱了一下小苗 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身材保养的不错 比以前还有料一些 很想多停留一段时间 仔细检查一下 看看神和人有什么不同 既然停留的时间过久 会出人命 那我还是走了 下回啊 自己偷偷来 松开小苗 云叶抱着 已经走不动的那日木 大踏步的 出了小苗的法身 马车往回走 身后有温热的风吹过来 气味芬芳 如同情人的呼吸 小苗的法身在呼吸 送来一阵阵心香 心香沾染在岩浆上 那些奔涌的岩浆 立刻化作一条 白银铺就的大道 如同一条白色的丝绸 从极西之地飘荡到 盲荡山脚下 一个赤裸的巨人 不断的挥动自己手里的巨锤 敲击着巨大的铁毡 铁毡上火星自剑 也不知道他在锻造什么 每一锤子落下去 就会有轰隆隆的雷声 从天边传来 和这样不顾别人死活的人 做邻居不是好事情 看到纳日木和老钱 捂着耳朵 痛苦的在马车上翻滚 两个人都想极力的靠近云叶 却又极力的闪开 幽冥马 也受惊一般的狂奔 云叶发现自己 除了觉得吵闹一点 并没有什么不是 于是就把纳日木抱在怀里 一条腿搭在老钱扭曲的背上 效果很明显 颤抖的纳日木安静了下来 老钱那张扭曲无比 猙獰的脸 也逐渐的变得柔和 侯爷 那是一位枣齿 被后翼射杀之后 进了地狱 凝聚了身体之后 就发誓报复 他的武器丢失了 所以就在荆铁山采集铁矿 打造毛河盾 准备去找后翼报复 不过 他一般不会离开荆铁山 只要别人不去招惹他 他也不会招惹别人 一门心思的 打造自己的兵刃 云叶伸长了脖子 仔细的看了看 那位正在劳作的巨人 笑了一下道 爱一个人 不管当初爱得多么炙烈 只要经历了上万年 那总会疲惫的 而恨一个人 一万年 只会让恨意更加的炙烈 你只要看看那些最古老的传说 就会发现愤怒这种事情 一直都在延续 从祝容和共工大战 再到行天 赤油和滚 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些好战的 就没有一个崇尚和平的 即便是瑶的女儿 在海边游泳 被水淹死了 都要化作惊畏 发誓把大海填掉 算了 我们走吧 我看这位早痴先生 是在享受自己的仇恨 什么样的武器 需要锻造一万年呢 这家伙除了仇恨以外 一无所有 马车进了盲荡山 旺财就跳上了马车 坐在马车上 用自己的蹄子 直指脖子下面的口袋 非常的得意 这是他和云叶之间的 一点小乐趣 不管是谁 有了好东西 都要让另外一个 猜一猜的 云叶笑吟吟的探手 进了口袋 摸到青草熟悉的形状 他的脸色就变了 地狱里有一片 能够耕种的粮食地吗 云叶毫不犹豫的 就拿出一根草 塞进了嘴里 这根草 明明苦涩的难以下咽 他还是吃的笑容满面 旺财也很高兴 这家兄弟 第一次喜欢上了 自己的美食 以前呢 都是自己 去将就人类的 苦涩的草 无论如何 也比地狱里的 幽冥果好吃 虽然自己的五脏六腑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只要开始吃地狱里 非常难得的 幽冥果时 他依然感觉 像是在受刑 果汁 会变成火焰 这是最大的麻烦 一面吃 一面喷火 好几次 云叶仿佛能够闻见自己的 被烤焦的味道 身为地狱里 唯一一个 需要吃饭的人 这是他最大的痛苦 为了不让别人 为自己担心 只能咬着牙 将旺财 好不容易才找来的幽冥果吃下去 这是自己唯一能够吃下去的东西 也是自己唯一的力量源泉 既然草能在那里生长 那里就必定能够长庄 既然长出来的草能吃 那里长出来的粮食呢 也必定能吃 有过一次穿越经验的云叶 背包里如何会少了植物的种子呢 旺财背着云叶 和那日木穿过一条狭窄的山谷之后 在那里看到了一块不大的平地 旁边的山洞里 不断的飘出青涩的水雾 落在那些长势并不好的青草上 青草的叶子上 沾满了水珠 晶莹欲滴 连地狱里的明兽肉 都已经品尝过的云叶 自然不会在乎草叶上的水珠 有什么毒素了 长崖瘦的血液 能够腐蚀掉石头 自己尝试着吃瘦肉的时候 也没有被毒死 除了躺了两天之外 没有什么不适 只是那些好不容易才烤熟的肉 自己的胃不接受 全部吐了出来 不大的浴碗里 很快就装了半杯水 地狱里有火焰壶 有黑油壶 有岩浆壶 还有最恐怖的龙咸虎 就是见不到淡水呀 这里有黄泉 有恶泉 有醉泉 有血泉 有哭泉 就是见不到能喝的泉水 奈何桥下的黄泉泉水泛滥 额毛浮不起的弱水发黑 云叶喝了一口甘甜的露水 就习惯性的把杯子递给了纳日木 自己找了一个新的杯子 继续接露水 那日木被自己男人下意识的举动 感动得朱丽盈盈 不过想起丈夫不喜欢自己 流红色的眼泪 赶紧擦干 虽然喝水这种事情 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的必要 他有血烟树的汁液 就足够让身体保持充盈了 其实血烟树的汁液对他来说 也非必需品 丈夫没过来的时候 很多年里他都是用骷髅的样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糖砖 喝了一口水之后 纳日木猛的打了一个机灵 转手把水杯的水 全部喂到张大了嘴巴的旺财嘴里 然后也掏出个浴杯 采集草叶上的露珠 喝光了水的旺财 尾巴像扫帚一样笔直的炸开了 他说不出自己的奇妙感觉 只知道这是好东西 没有手 所以没办法学那夫妇俩采集露水 他干脆吐出舌头 去舔草叶上的露珠 水在原来的世界里啊 到处都是 所以没有人去珍惜 来到地狱之后 因为不需要水 所以更加的没人在意这东西了 只因为它太普通 太常见 常见的几乎让人忘记了它的存在 云叶需要水 他一直都知道 虽然很少很少 他发现自己还是离不开水 自己之所以要吞食游民果 就是为了等火焰烧过之后的那一丝清凉 三个人躲在山谷的角落里偷偷的喝着水 那日木呢 原本并不稳定的神魂竟然奇迹般的稳定了下来 旺财火红的毛发 喝过水之后就变得鲜活了很多 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干巴巴的红色 云叶终于解渴了 自从上回老前把自己带来的最后一点水泡了茶水之后 自己再也没有这样痛快过了 这些天他看起来很欢乐 实际上是在默默的掐算自己的末日什么时候来临 两人一马背靠着身后的岩石小声的说着话 这里的草之所以长得不好是因为没有阳光 只要把洞里的那几块玉牌拿过来 就能永远的解决这里的问题了 那几块玉牌再亮几百年不成问题 当初大唐帝国玉山书院为了破解玉牌之谜 不惜引来天上的雷电轰击玉牌 结果能量都被玉牌给吸收了 后来又用了很多种法子来破解玉牌 也没有得逞 最后有一个败鸭子 竟然说把玉牌弄成粉末 他好仔细研究一下玉牌的分子结构 结果被我骂了一顿 就把玉牌收回来了 不让他们研究 万一玉牌不亮了 就拿去盲荡山的山顶 让雷电轰击一下 那就能继续使用了 夫君您的意思是 把玉牌安到这里来 可是咱们家 你知道个屁啊 这里才重要 你夫君我离不开水 我甚至怀疑自己也离不开食物 毕竟我好像还有生命的气息 这些天把我给咳坏了 你以为我脑袋坏了 才去吃优名果呀 不准流眼泪 血乎磁拉的好看呢 你看旺财多贵 他才是我云叶最大的福星 地狱里都能找到水 啊 哈哈哈哈 旺财笑的样子就看不成了 还习惯性的往外喷着白墨子 云叶夫妇抱着旺财 又笑又跳的欢庆了好久 才安静下来 夫君 水好像对切身的神魂 非常的有好处 切身因为去了小苗那里 被他的神威伤了 神魂一直都不稳当 回来的路上 又遇到了枣耻 伤势又加重了一些 喝了水 好了许多 夫君呢 您在小苗那里 为什么不说要水 要食物啊 他是神人 应该有办法的 您不但不说 反而转身就离开 为什么呀 云叶躺了下来笑道 谁说我没要啊 我见到他第一句话 就是要他给我准备洗澡水 把好吃好喝的 全部端上来 结果 你看到他安排了吗 你夫君 我在人世间活了四百多年 什么样的人情事故 没见过 小苗变成了神了 所以他的人性 在逐渐的丧失 之所以会服从我 是出于一种习惯 当时你们的身子 都不合适 没看见他眼神的变化 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的 转身就走 我们几个恐怕 会被他吞噬着 我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了欲望 那不是小苗眼睛里 该有的东西啊 可是切身 只想牢牢的抱住您 旺财也喜欢跟在您的身边 我们就算不是神 也很厉害呀 云叶摸摸那日木的头发 又拍拍旺财的脑袋 鼓笑一声 就站起身子 瞅着前面的一线天道 世事长丧啊 算了 不说这些事情了 咱们马上行动起来 旺财在这里 给咱们重新开辟出来一个洞府 那日木去找吴蛇和老钱 咱们搬家 以后啊 就搬到这里来住 如果可能 我不想出去了 芒荡山虽然好 那也是是非之地 我们最好藏起来 让谁都找不到 李二他们正在打仗 这场仗啊 都已经打了好几百年了 到现在都没有停歇 这是不关我们的事情 我们好好的窝在这里过日子 我还要好好的享受一下 我久违的年轻身体的 发笑的那日木风情万种的 瞅了丈夫一眼 就飘荡着出了一线天 旺财小心的避开那些青草 头上的独角 转瞬间变大 在云叶指点的位置上 努力的用自己的长脚 凿开新的岩洞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山谷里已经出现了一片 别样的景象 三十亩地大小的山谷里 已经是千末纵横 玉牌组成的太阳 恰恰将这里照耀的如同白日 田地里的谷碎 已经沉甸甸的低下了头 麦子也即将成熟 云叶在玉米地里忙活 那日木在采摘辣椒 闲着没事的无舌 时不时的张嘴一呼 就把潮湿的水汽 吹到他该去的地方 老钱在一片空地上 晾晒彼岸花的花瓣 这些都是合适的柴火 旺财趴在一个不大的炉子前 小心地守护着自己的青玉米 这时候 即便是来一头龙 也休想从他的嘴里 抢走这些 能让他发生大变化的食物 云叶有一个极为朴素的思想 那就是不管什么东西 是人也好 是神也罢 都要和天地进行能量交换的 吃东西喝水 或许算不得是最高级的交换方式 无疑 它应该是最适合人类的 即便是不能成为 更加高级的一种生命状态 无疑 吃东西会让神魔妖怪 更加的像人 和见多识广的善英交流一番之后 云叶对魔神就半点好感都没有了 不管是所谓正义的还是邪恶的 都是一丘之鹤 力量的强大 没有让他们的同情心 怜悯心变得更加的丰富 力量的提升造就了无数的自私 狭隘的野心家 即便是李二的战争 都算不上有多么的正义 他只是不习惯受人管缝而已 不习惯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 不管是谁伤害了他的利益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去造反 造反的甜头 他早就尝过了 哪怕为之去死 他也会义无反顾 在他看来 人生不能活得高高在上 不能发号施令 和一句死尸有什么区别 云叶只想随波逐流 随着时间去做最无法预料前途的旅行 如今成了活死人 看样子能活很久 时间很多 用这些时间去看看不同的世界 享受不同的生活 那一定是极为美丽的 黑色的洞窟里 无止境的往外飘着水汽 云叶原本打算进去探索一番 不过他很快就打消了 这个念头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说的就是这种闲得没事找事的人 人家山洞好好的 帮你寝任着庄稼 那这就是大恩德了 你还要冲到人家家里探个究竟 没有主人 那也就罢了 如果有主人 谁会喜欢别人冲到自己家里去刨根问底啊 无论如何 水汽对山洞来说都是无用之物 即便是里面有一条汹涌的大河 云叶也觉得和自己无关 这些水汽已经足够种田了 那日木也不用拿火来洗澡了 现在整天赤条条的泡在水里 一点都不知道害臊 吴蛇上辈子当了一辈子的太监 对女人的身体早就做到无事的地步了 老钱作为一个非常合格的管家 自然不会去注意女主人的裸体 即便是看见了 那也就当是空气了 只有旺财似乎对女人的身体非常的感兴趣 没事干的时候 最喜欢凑到那日木跟前说闲话 以前在人间的时候 那日木换衣服时啊 不会避开旺财的 但是自从来到这里 旺财会说话之后啊 他就不肯让旺财腻在自己的身边了 洗澡的时候 也会把旺财撵得远远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博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